斗魄之无上之境 第七百三十六集 血神界 孝战文言眼神低沉 他恐怕也算是天孝虎族 如今遗留不多的血脉之一了 自己的祖辈们都被无情屠杀 孝战心中顿时激起了一股恨意 放心吧 我们要相信街主 总会有报仇的那一天的 我们先下去看看吧 一般这种强大的种族 都会为后背留下机缘的 听了夏曾辉的话 孝战眼中的恨意才缓缓消散 拳头一握 便是下定决心 一定要快速强大起来 早点为自己的老祖宗们 报仇血恨 将蛟龙号停在了天孝虎族的上空 众人便陆续离开了蛟龙号 六人同时用手一挥 黑神铠甲便是浮现在了众人的身上 六人接着以身黑甲 气势磅礴 虽然这里存在危险的可能性不大 不过都秉承了硝炎的习惯 小心为妙 夏曾辉见到众人不约而同地 穿上黑神铠甲 心中也是有些佩服硝炎的带队方式 他们无论在何时何地 即便明知处境安全都依然不会粗心大意 这样的心态在乱世更是非常重要 毕竟谁也无法预料意外什么时候来 也只有更小心谨慎才能够活得更久 众人准备好之后才开始欢欢着地 进入到了天孝虎族之中 当然在远古之时 每个种族都拥有着极其霸道的虎族阵法 不过浩劫之后 这些阵法已经全部被破了 即便还留有余存 也随着时间的淡化 阵法威力已经不足为惧了 进入天孝虎族范围内 夏曾辉圣尽灵魂之力探出 将四周覆盖 便立刻让众人停了下来 没想到啊 天孝虎族的虎族阵法还存在 不过威力已经削弱了很多 待我把它破了 夏曾辉说着 便是释放出灵魂之力 找到阵法的阵眼 便开始将阵法破开 扮上之后 夏曾辉只有骨头的手掌 咔咔地变换着手艺 破 夏曾辉一声轻和 便见到天孝虎族的上方 渐渐出现了一个透明的防护罩 旋即传出一声哭笑 夏曾辉一惊 只见一道身影从天孝虎族中暴力而出 身影一闪 便是化作了一头天孝虎 对着众人 便猛地咆哮开来 而等小辈 即便如今我族落寞 也休想闯入我族掠夺我族内宝物 天孝虎口中传来一道威严之声 孝战健壮 脸上涌现出狂喜之色 没想到竟然还有老祖活着 这位老祖 我乃天孝虎族后人孝战 小辈并无意冒犯 还望老祖息怒 孝战身形立刻向前一站 庞大的天孝虎虎目 随即看向了孝战 孝战气息散发而出 而在他的背后 也出现了一个 与天孝虎一样的影子 赵 这是天意吗 老天有眼 保住我天孝虎族的血脉呀 这道声音似惊似习 见到孝战散发的气息 以及他背后 与自己同样的影子 这位老祖毫不犹豫地相信了 虎影辗转 便是化作了一道残影 来到孝战的跟前 眼前出现了一个老者 身形成半透明 看得出 这老者 也只不过是一道残魂而已 显然 这老者都未曾料到 自己一族 竟然还有血脉 存于世上 老祖 孝战眼中闪烁着激动之色 老者听到孝战唤他 神情明显震住了 随即便双朗地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猴儿朗 走吧 随我进入族中 你的血脉还不太精准 若是能经过黑虎潭的洗髓 便能够完全激活我们天小湖的血脉了 老者双朗地开口 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我们这个种族终于有了传承者 血脉并没有断绝 我也算是死而无憾了 那 我的朋友们 孝战转头看向众人 除了紫颖依旧一副生人物尽的模样 其他人脸上都为孝战感到高兴 这次孝战应该也会获得不小的造化 那我们就先去其他地方 等你修炼结束之后 我们再过来寻你 南尔明上前说 天孝虎族也只是对孝战有用 他们进去也没有什么意义 还不如去其他地方看看 寻找适合自己的造化 孝战文言也点点头 老者的目光始终都停留在孝战的身上 对于众人却始终从未看过一眼 哦 那你们也多加小心 孝战对众人认真地嘱咐一番 之后便随着老者 进入到了天孝虎族遗迹中 身影逐渐消失不见 众人看着孝战消失的身影 便是不由地扎扎嘴 这家伙 恐怕又会获得不小的造化 若是血脉能够反足 那他的修炼天赋 将会再提升一个等级啊 风暴也是扎扎嘴 南尔明文言也羡慕地点点头 走吧 这里距离魔族挺近的 这位小姐姐似乎与魔族血脉有关 当年在魔族 我可是有好几个女朋友 那魔族的美赛是真心火辣性感啊 夏曾辉自顾自地说着 目光看向了青木儿 青木儿文言脸颊一红 众人则是鄙视地看了一眼夏曾辉 前辈 你死了都还这么不正经吗 你生前究竟祸害了多少姑娘啊 南尔明无奈地问 小屁孩你懂个什么 爱情这玩意儿 可不是你们随随便便就能参悟的 情长浪子 也不是你们想做就能做到的 别忘了 你们身上的这些铠甲 都是我某任女朋友送的 捡了便宜就知足吧 我的世界你们不懂 夏曾辉冷哼一声 说完之后 众人一看自己身上穿着的黑绳铠甲 也不好再说什么 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呢 众人也不再争辩 乘坐着蛟龙号 继续向盛城驶去 没过多久 就到了魔族 魔族比起天孝虎族 自然更加庞大 毕竟在远古的斗地大陆 魔族的威名也是威震八方的 排进斗地大陆前三的势力 其建筑的范围都极其宽广 在盛城能占据如此庞大的地域 可见当时的魔族 强大到了何种恐怖的地步 魔族在当年的势力 可谓是如日中天哪 其建筑都宏伟壮大 也正因为强大 所以也成了血神界众矢之地 几乎百分之八十的地界都被摧毁了 能留下来的东西也很有限呢 夏曾辉向众人解释着 蛟龙号在魔族上空 缓缓驶过 看下去的确如夏曾辉所说 四处都是残痕断壁 见不到一处好的建筑 青木尔也从蛟龙号的窗外打亮着下方 眼神中露出失望之色 魂魔一族和血魔一族的分歧 恐怕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吧 不过事到如今已经成了过去 也没有必要去追究其中的缘由了 在魔族的上空看过来 所有的建筑都全部损毁 在这样的废墟中想要找到什么宝贝 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了 就算有也随着战争破坏成了飞灰 唉 看来魔族是什么东西都没能留得下呀 南尔明健壮叹了一口气 这种损毁程度不可能有宝物能够保存得下来 唉 那可未必 这样庞大的种族定然也把一些重要东西保存了下来 仅仅用肉眼自然是很难发现 不过不巧的是 我曾经的女朋友告诉过我 魔族以前是有一个藏宝阁的 就建在地底 如果他没骗我的话 那肯定会保存下来一些东西的 夏增辉轻轻一笑 说到女朋友的时候 语气之中的傲然难以掩饰 众人的表情也从开始的震惊变得平淡 似乎已经习惯夏增辉的某某女友了 不过就算是有 魔族这么大 藏宝库的地方 肯定修得很隐蔽 何时才能找得到啊 风暴眉头皱了皱 思索了一下 夏增辉再度干咳了两下 似乎就在等待众人询问他 前辈看样子 已经有办法了呀 南尔明已经看懂了夏增辉的性子 就是喜欢得到别人赞赏的目光 喜欢沾沾自喜的感觉 那是自然 我圣静的灵魂之力 只要没有虎族大镇 这里的一切都逃不过我的灵魂之力 魔族的藏宝阁 应该就在这下方 夏增辉自信满满 众人也非常配合地 看向夏增辉时充满了崇拜的神色 顺着蛟龙号看下去 下方只是一片平地 而且非常平坦 平得有些古怪 若是再仔细望去 会发现这片平地上 有着一条条隐晦的纹路 大部分被淤泥所遮蔽 只能隐隐约约看见些许 众人也不再迟疑 便离开了蛟龙号 向着下方 缓缓沉了下去 夏增辉灵魂之力一动 便是掀起了一圈灵魂龙卷 将平地上的淤泥全部扫开 露出了这片平地 本来真正的面目 魔 众人的目光所到之处 从高处看下去 平地上的纹路 所勾勒出来的 便是一个魔字 字眼入眼 便是感觉到 这片地方的确不凡 既然是藏宝阁 那肯定没那么清晰 就找到入口 我们要怎么进去呢 众人四处打量 都未曾发现 有机关之类的 魔族这样庞大的势力 这样的宝地 要么以特殊的物件打开 要么就是血脉 或者弓法 夏增辉轻轻开口 众人的目光 也全部看向了清木耳 这里只有清木耳是魔族的 想要打开这个宝藏 也只有清木耳 才能做到 即便过去如此多的岁月 想要强行打开 也是极为困难的 清木耳看了看四周 思索了一下 似乎魔族传承下来的东西 除了他哥哥手里的血魔令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物件了 那么就看血脉之力 能不能打开了 清木耳手掌上 划过一道血痕 血液立刻溢出 在海水中 血液并没有散开 而是凝聚成了一滴血珠子 缓缓地落在了地面上 鲜血在地面上 立刻侵染开来 平坦的地面 此刻竟犹如 溪水的海绵一般 清木耳的血液 很快渗透开来 随即 地面便是一阵剧烈的晃动 众人立刻腾飞 离开地面 警惕地看着下方 清木耳的血液 顿时发出刺眼的红光 便顺着纹路 立刻蔓延开来 直至整个模子 都被血液所侵染 发出刺眼的光芒 地面的震动 也越来越强烈起来 地面发出轰隆隆的 巨大响彻之声 中间有一道道围墙 向上不断突起 泥土崩散 片刻之后 一座宫殿拔底而起 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这魔族也留了一手啊 夏曾辉见到这座 华丽的宫殿便是大笑 清木耳见状 脸上也是涌现出 狂喜之色 魔族的功法斗技 遗失了太多 若是能够在其中 寻得那些魔族遗失的 强大斗技和功法 那么血魔一族崛起 便指日可待 清木耳直接冲到了最前方 毫不顾忌地 便进入到了大殿之中 众人也是跟随着 清木耳进入了大殿 大殿内并不华丽 当然 这可能是因为时间的流逝 已经把光芒掩盖 不过大殿内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竟是空空如也 什么也没有 没有功法 没有斗技 更没有宝物 清木耳呆滞地在原地 打量了一圈四周 脸上一片恶然 怎么会这样 清木耳一脸的难以置信 一片空旷的四周 外表华丽的大殿 竟然是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我靠 什么情况啊 这里竟然什么都没有 连风暴都忍不住大骂一声 南尔明也是在四周看了看 甚至还去墙壁上摸索了一番 认为这里 或许有什么机关之类的 但是找了好几圈 都没有发现 有什么机关之类的东西 这里竟然什么都没有 南尔明也是确定了 这里的确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就是一个空荡荡的大殿